首先 我們敬禮 傳承主師 敬禮 了名和尚 敬禮 撒迦正空喪師 敬禮 十六四大八法王卡瑪巴 敬禮 徒登大吉喪師 向雷藏士坦誠諸尊敬禮 敬禮 護謀諸尊大愛染冥亡 師母 徒登師弟仁波切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各位同盟 還有網路上的同盟 那今天我們儀會的貴賓 臺灣省政府秘書長 鄭裴胡先生及夫人 韓璐珍女士 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秘書長夫人 九底師姐 花蓮縣議會 尤美銀議員 中國中教授團 王敬賢特聘教授 王力教授 王力教授 洪心儀教授 麥藝房教授 蔡國玉教授 蔡國玉教授 顧浩翔教授 葉俗文教授 休閃大學 渾江城博士 梁超凡博士 林俊安醫師 林俊安醫師 立法委員蔡奇昌代表 陳慧美女士 台南市蔡旺前议员代表 高雄市喜会议员代表 世界华光功德会总会长 常人上司 台湾期华光功德会理事长李春阳先生 不丹南家看部 明节目主持人台志炎先生 Yama University Same Classman 朱金水先生及夫人 陈哲霞女士 静宇企业公司总经理张宜臻先生 理事 理事 七品佳季精品公司董事长 黄淑琪小姐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 节目制作人 徐亚奇师姐 My sister 卢胜梅女士 我的大协协地 二十九期 联勤测量制作厂 陈厂长 方荣生先生及夫人 应该是协长 这应该是协长 二十九期 是协长 协地 中正理工协院算的 因为测量学校 我以前是三十二期 测量学校是三十二期 但是合并到中正理工协院的时候 就变成二十八期 就变成二十八期 那他是讲的是中正理工协院 二十九期 所以是协地 方荣生先生及夫人 我有印象 这个 以前方荣生 好像是炎炎的脸 是吧 这个 相貌很年轻的 相貌非常的年轻 而且皮肤很白 很年轻很白的 方荣生 另外师尊大协 也是协地 二十九期 相忠和先生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这个方荣生先生 他做到制度厂的厂长 制度厂长 有一段时间是上校 他的阶层是上校 也有一段时间是少将 他是做到上校还是少将 因为厂长 我记得以前 我在的时候好像有一段时间厂长变成少将 我记得厂长是少将 制度厂 就在台中 台中那个制度厂 我以前在制度厂服务过七年 测量年 服务三年 制度厂服务七年 七年我是在编医课 编医课 这个测量工程官 测量工程官 那厂长 就制度厂 在制度厂里面是最高的职位 这是过期的这个同学 另外还有中法海峡两岸 科技交流学会 见识 及特考 五安全五官 是不是 安全五官 周富宝先生 我没有练完 对不起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好 您好 大家好 Kamsamita Ora Amigo Ami-o Amigo Ora Amigo Sawadhika 還有呢 Nomo Nomo Konnichiwa And Good afternoon Many good semesters And Happy New Year 重要的 感謝大家今天來參與 愛染民王的附謀法會 那么爱然明王是属于大敬爱 大敬爱的尊 他跟这个咕鲁咕列佛母 两尊都是属于敬爱尊 那么敬爱尊 这个爱然明王呢 他本身他是显这个金刚像 其实咕鲁咕列佛母 他也是显金刚像 他是微笑中带着愤怒 我常常讲微笑中带着愤怒 是非常困难 又要笑又要愤怒 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这个爱然明王他是愤怒像 他是完全的愤怒像 这个愤怒像也可以当敬爱尊 这一尊因为有爱然两个字 这一尊因为有爱然两个字 日本话叫做爱然 爱然 爱然 爱然谬 爱然谬 我以为是 爱然土坚 因为爱然土坚是 爱然是日本话 这个土坚是西藏话 西藏语就是金刚 爱然谬 就是冥王 谬是冥王的意思 日本话 我才能懂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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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好 我最好 日本话 那时候是因为我在家里 爸爸妈妈都讲日文 他们是日记时代 学校毕业的 家里讲日文 所以我经常跟他们听听听 就脱写一些日文 我读书 老 甲子 医科 书词我 太乳 理心路 三 ¥9 Schooling 日本語是 But...... 又讲到英文了 Birth of It. Just a little bit 我到日本就只会买一些东西 这个买东西的时候 我会跟他讲Takai Takai就是太贵了 太贵 Takai 那个日本的Yen 日本的Yaponese money is Yen 一言两言的Yen 就是Yen My name is Yen 我的名字叫做Yen 圣Yen 我在美国 My name is Yen 就是一句话 Yen 就是Yaponese money 我们今天做这个爱染名王 它是属于大敬爱尊 跟咕噜咕噜的佛母一样的法力 受购这一尊的灌顶 你祈求大敬爱 大敬爱是什么 叫做大敬爱 你当他总统 受到所有人的敬爱 哇 谁当总统啊 鼓掌 你当总统一定要大敬爱 因为所有人投票给你 都是你的粉丝 这个就是大敬爱 你要当议员 当上那个县长 市长 当上这个部长 院长 五院院长 都是需要大敬爱 这个政治方面的 都是需要大敬爱 那么修这个爱染名王 跟这个咕噜咕噜活母 都非常好 另外还有一言 演艺人员 他要有很多的粉丝 也是要修这个大敬爱 爱染名王 咕噜咕噜活母 像台志炎 那个台志炎 他就是 很喜欢参加这个爱染名王的 法 还有咕噜咕噜活母的法会 他也不会窃息 他也会来 他希望 这个能够 很多的粉丝 人人人都欣赏他 他的节目 就欣欣向荣 欣欣向蓝 演艺的才华 日日增上 他的粉丝非常的多 像我们上个礼拜 讲的这个 阿基斯 他当然有很多粉丝 他当然也会有 这个很多粉丝 最重要的一点 他必须要修 爱染名王法 跟大敬爱法 演艺人员 大部分都要修这个 修这个法 你还有一个名人 你很出名的人 他必须要有很多的粉丝 去支持他 成为他会 变成一个名人 这个都是要大敬爱法 那么我们又谈到 这个大敬爱 中敬爱 跟小敬爱 大敬爱 像这个高官 都要有大敬爱 演艺人员 一样有大敬爱 那么什么叫中敬爱呢 像我们当了这个 这个学校的 制度厂的厂长 这个就是 测量署的署长 上个礼拜 测量署署长来 那个是少将 少将的阶 少将的阶级 他就是有中敬爱 当了厂长 当了校长 当了这个 当然家长不是 家长只能算小敬爱 小敬爱 家庭要严满 就是要小敬爱 你要选上什么 像议员 也是需要粉饰 他也是 有的 像高一点的 像国会议员 立法委员 他也需要有大敬爱 那个 另外还有中敬爱 中敬爱 一般忠诚的 小敬爱 就指家庭 家庭能够圆满 修这个法 也能够求因缘 因为他有爱然 我们以前看过一场电影 叫 爱然卡兹达 是吗 爱然卡兹达 爱然贵啊 爱然贵 就是爱然卡兹达 爱然两个字 让你的心跟心 能够结合在一起 爱然 所以我们修这一尊啊 你这一尊修成就了 你祈求他 我要跟哪一尊相应 就会跟哪一尊相应 这个有一句话讲 这个念爱然明王咒 三十万遍 然后祈求他 跟我的本尊相应 你的本尊是哪一尊 像观世音菩萨 就很容易相应 因为他有这个染性 有一种染性存在 作为一个媒介 就是一个媒体 他本身爱然明王 咕噜咕噜的佛母 就等于是一个媒 一个媒 然后他可以让你 跟你的本尊 非常的尊敬 非常彼此之间 非常的相应 相应 就会产生出来 他有那一种力量 那么爱然明王 有很多的法 他不只是 不只是 他的这个 这个爱情 敬爱的法 就是属于爱情方面的法 敬爱方面的法 他不只是 因为他做在特别的 他的法座是特别的 他做在 甘露瓶的莲花之上 所以他有甘露水法 可以除掉身体的 所有的业障 变成清净 有解毒的方法 因为他做在甘露瓶上 甘露本身就可以解掉毒 解毒 所以你种杠头的 或者是种这个谷的 种谷的 在云南 这个四川 云南 广西 湘西 湘 湘 桂 云 这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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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这种谷 有一种谷 三个虫字 下面一个 一个盘 下面一个盘 这个谷 它会换谷 只有你修这个 爱染冥王法 可以解谷 跟解杠头 跟解杠头的 所以它这边有解毒法 解毒法 另外还有除魔法 有魔 在你身上 你充换了 这个有除魔法 它可以解掉 你身上的这个魔 另外还有画像法 画它的像 很容易跟它相应 还有刻像法 你保护自己 不中谷 不中杠头 不中别人的邪术 你用刻像 刻暗染冥王的像 然后掉在你的胸前 它是有刻像法 还有画像法 你画暗染冥王 画久了 印在心上 很容易跟它相应 有种种的法 所以今天你们的观点 就包含了 甘露水法 解毒法 敬爱法 除魔法 画像法 跟刻像法 这几个法 都是属于暗染冥王 那么重点呢 是在敬爱法 重点是在敬爱法 它是属于大敬爱尊 我们今天呢 这个 另一段书文 连生上师 在得到 连华生大事 显现之前 早已受了 多位上师的灌顶 也学习 命中十几年 连生上师 所发挥的 心血 不知凡几 可以说 受了无尽的苦处 一大磨炼 我彻底的奉法 修持 才能感动 连华生大事 献身 传授秘法 可见受 大苦处 一大磨炼 是得到 大成就的基础 今天呢 连生上师 在这个正法 衰为 佛法会命 在黄空怒吼之中 的时代 象征了 中流砥柱的力量 象征了 密法的大日 将出现在 重重烟雾之中 扫荡了一切黑暗 要挽救 这个黑暗的世界 就需要 连生上师的 这个大磨炼 如今 连生上师 已达果绝 一切密法 完全显明了出来 严正了一切法 再传一切法 这就是真正 又既得的 大上师 上师的真正 大传承 更是连华生 大事的真传 有最微妙的 接受 有最坚固的 菩提心 谈到我修行 真的是蛮辛苦 以前 我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 也就是 在这个 一房宫 一房宫 台中的一房宫 去那里 那突然之间 瑶瓷金木 他叫我 然后我就 在这个瑶瓷金木 面前 跪下来 结果 突然间 就开了天眼 瑶瓷金木 帮你开了天眼 从那时候啊 可以讲 是一个转捩点 转捩点 那么我就开始 接受 这个 就像我们 以前军人一样 学校 这个要进入 测量学校的时候 要到第五信念中心 要受信 前八周 后八周 刚好四个月 要受信 我们是在五中心 第五信念中心 称联堡 第五信念中心 东瓜山 前面的信念中心 受信 前八周 后八周 我得到瑶瓷金木的 启示以后 一样要受信 不是你一下子 你就 哇 什么都可以的 什么都成了 不是 还要经过磨练 那每个晚上啊 就是有无形的 他来教你 很多人不太相信 这个道理 说师尊这个写手印 师尊的手印 哪里写来的 当然啊 有一部分的基础是 以前我去 常常小时候去看布袋戏 布袋戏是怎么回事啊 布袋戏就是 人出来 被别人说 看布袋戏 余爱 然而他们说 余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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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強 他最厲害的怪諾智 他經常講 人家講說 你功夫很好 咖啡你才知道 我們就問 沒人跟你的臂咧 有辦法 他就是這樣子講 演不大戲都是用兩個手的 所以我演這個手印 就變成兩個手印 手印要有小時候的布袋戲基礎 不大戲基礎你才能夠演 後來就真的手印會出來 這個晚上他叫你眼睛閉起來合掌 那你合掌 這個很奇怪的 他會自動解鎖印 手印不是我師尊的手印 便沒有跟別人寫 便沒有跟那些大和尚寫 我是自己晚上一個人 差不多十二點到一點 一個小時的時間 他都準時來教我 準時來教這些手印 這手印自己會 便打開 自己會打開 然後自己會轉 手印自己會轉 變成很多的手印出來 然後每一個手印都叫我記住 這個是什麼手印 這是什麼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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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才能夠結這個手印 才能夠教以後的上師結手印 像這個花香燈茶果 就是這樣子結出來的 晚上這樣子磨練 每天晚上一個小時 那麼我一個人住在這個測量簾 測量簾的宿舍 每一次都點一根香 點了一根短香 那時候也不會供養 就是在窗子那邊 放一個香爐 點一根香 他就來 就開始教 教了三年了 那麼同寢世人 你知道 那個我是測量官 那測量官是一個人一間 或者兩個人一間 我是一個人一間 那這邊還有這個很多的老 就是老士官 老士官住 測量官以外還有很多老士官住 那些士官長 像那個張志明士官長 啊 盧世尊啊 這個他每次就講 一家烤肉啊 三家香 我一點香啊 所有的寢室都聞到香味 他們就講 盧世尊 這個一家烤肉三家香 就是盧測量官啊 盧測量官 一家烤肉三家香 然後又笑我 阿彌陀佛 只吃豬肉 不吃蘿蔔 他們士官 這些士官碰到我 就是阿彌陀佛 只吃豬肉 不吃蘿蔔 沒辦法 那就是在金鐘啊 金鐘的時候就這樣子 慢慢修了 真的修了三年 整整修了三年 修這三年啊 也是滿辛苦的 他那時候還有 不只有手印啊 還有腳印啊 你相信嗎 這個腳把你抬起來 然後走步啊 踏步啊 這樣子走啊 然後腳要截 截印 要截手印 還要截腳印 還要截身印 我跟大家講過啊 有一次啊 我實在是很懶 像現在冬天啊 很冷 我蓋著棉被 睡覺 這個早就 熄灯號一熄 我就睡覺 到了十二點 他叫我起床 我不起床啊 今天太冷了 今天休假 今天我不練了 不練了 不出操 不是啊 他把你的腳啊 抬起來啊 抬抬抬抬抬 變成倒立耶 欸 倒立 當然我倒立 我那時候年輕 我也可以倒立 就這樣站著 在床 然後他給你放手 啪 啪的一聲 很大聲耶 就所有寢室的人都可以聽到我 啪的一聲 那是被他乘法 不起來不行 還是起來還要練 這個是大苦處跟大謀念 你看我們以前前八週 後八週 在那個五中心訓練的時候 那時候都很慘 我更慘 我比大家更慘 因為我的教育班長啊 跟那個 有一個福利社的小姐 在談戀愛 談戀愛 談戀愛 那我到福利社去買西瓜 這個福利社的小姐跟我講 他說 你是盧勝宴嗎 我說 欸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欸 我在《甘城報》看到你寫的詩啊 那時候我在《甘城報》就開始寫詩 那時候信念中心的報紙叫《甘城報》 我在《甘城報》寫詩啊 那個福利社的小姐認得我 我說我買一個西瓜 他說 他就給我一個西瓜 然後我付錢給他 他說 不用 我請客 我請你 請你 你是詩人 然後我就抱著那個西瓜 哇 回去 大家吃 我被那個教育班長 哇 整得好慘 因為他的愛人就是那個賣西瓜的 天啊 真是大苦出來了 寫一個詩啊 人家送我一個西瓜 我說誰送 那個班長說誰送的 我是蔣送 那個賣西瓜那個小姐送的 他說 為什麼要送你 因為我寫詩啊 他喜歡我的詩啊 並不是喜歡我的人啊 結果我被那個教育班長 每一次都磨得很厲害 我力挺身 仰臥起坐 說 哇 跳 不然你坐不來 給你關緊閉 然後他每一次槍拿給我 是這樣子拿走 啪 丟過來 要趕快接住 阿嬤阿威 不然就是說 你鞋子沒有 鞋子沒有差 銅盤沒有差 你這個衣冠不整 哇 被整得好慘 我比別人都辛苦 在信念中心已經很辛苦 我比別人還辛苦 因為我教育班長 每一次我去 只要去到福利社 那個小姐要送我東西 我說 別啦 別啦 阿嬤阿威 我要怕死 我被那個教育班長整得要死 我真的三年的受信 再測兩年 三年的受信 很苦 然後要起來一個小時 我們那個連長 那時候連長是 第一個連長是王廣濤 第二個連長是莊明石 第二個連長是莊明石 莊明石啊 半夜走過的那個 一點的時候啊 走過的那個宿舍 咦 怎麼 這個盧森宴 這個測量官還是坐在那裡 他在幹什麼 咦 怪怪的 怎麼搞的 在那邊筆手印 筆腳印 筆來筆去 唉唷 神經啊 一定神經病啊 那個專明石 那個隊長就叫我爸爸媽媽來 你小孩子有問題 我看快要出問題了 他半夜一個人 在他的房間裡面 不知道在做什麼 這個筆手畫腳的 還是指天啊 指天天青啊 指地地靈啊 指人長生啊 指鬼滅亡 喊得喊大聲啊 指天天青啊 指地地靈 指人長生 指鬼滅亡 一畫成江 一畫成江 二畫成河 三畫四畫成金井 此筆以非凡筆 乃是如山繡彩筆 指天天青 指地地靈 指人長生 指鬼滅亡 我這喊啊 一畫成江 二畫成河 三畫四畫成金井 這張被畫來畫去啊 那裝明石 我一看 哇 這差不多了 這差不多了 叫我爸爸媽媽來說 欸 你這個孩子有問題喔 他什麼問題 精神分裂 精神狗的分裂 真的 我爸爸媽媽說 爸爸媽媽講說 應該還不會吧 他回到家裡都好好的 那還是正常啊 我在測量點裡面很辛苦 後來你知道那個副連長 魏清平啊 魏清平副連長 他現在已經八十幾歲 快九十歲了吧 快九十歲了 跟我到澎湖去 盧森燕 他叫我 我們在澎湖拱北山測量 他跟我一個人而已 副連長跟我一個測量官 他說盧森燕 你在連中啊 是出名的 你一直在講你的佛法 這是不行的 這不可以的 我在測量點也是滿辛苦的 但是 那個 他口袋裡面掏出一把錢 這個錢 你算一算 有多少銅板 你算得準 我就歸你 你算不準 以後你再測量點 你就給我閉嘴 哇 哇 這個是考驗 活菩薩最不喜歡人家考驗 那時候我就講 拜託 這個是考驗 但是你一定要讓我通過 這個考試一定要讓我通過 不通過的話我就完了 那時候 剛好有一個澎湖城隍 從那裡經過 我請求澎湖城隍 你告訴我 他有幾個銅板 我就跟他講 有14個銅板 那時候那個副連長魏清平 就把手張開 他真的一把銅錢 一把錢 在他的手掌上 然後就開始數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八九十 手上還有四個 真的是四個 所以魏清平他就歸於我了 所以測量年 那時候測量年的人 就知道 這個盧森燕還是會算的 那時候的那個皮子清 這是 那時候叫做幹事 好像是安全官 那時候幹事 他本 他就常常問我事情 常常 那時候他也來問我事情 測量年也是蠻辛苦 另外我到製作廠 更辛苦 遇到保房官跟監察官 檢察官 監察官跟保房官 那保房官一直看我看了五年 一直看住我看了五年 我在製作廠 這個就 等於被看住一樣 那五年也是蠻辛苦 看了五年 看了五年 這個就是大苦處 以大磨煉 很多的磨煉 很多的磨煉 在那時候產生出來 你沒有很堅強的毅力 很難 寫了第一本靈書 就是靈基神算漫談 寫了第一本靈書 另外的另外一個 也算是作家 他就寫了一本書 寫了兩本 一本叫做妖魔鬼怪 《妖魔鬼怪如聖宴》 一個是 另外一本是 《邪門外道如聖宴》 還是什麼 可能是罵你《邪門外道如聖宴》 跟《妖魔鬼怪如聖宴》 那裡面所寫的東西 不堪入目 不堪入目 我那時候為了那兩本書 痛哭失聲 就毀謗就一大堆了 毀謗一大堆 數不清的毀謗 數不清 到現在 一直到現在 所以這個是屬於大苦處 一大謀念 沒有苦處 沒有謀念 沒有辦法 釋迦摩尼佛也一樣 他受了兩個女難 一個是孫陀利 一個是戰車 另外還有六師外道 在外面 毀謗他的 六師 可以講六個很大的師父 全部在毀謗釋迦摩尼佛的 大成就者一定有大謀念 一定的 數不清的 所以要有大苦處於大謀念 你才是大成就的基礎 那這裡呢 我又講到 師尊已經達到果決 什麼叫果決 你明心見性了 你開悟了 你這一段時間 在修行當中 有一天 你終於明白了 清楚 這個才叫開悟 這個才叫開悟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啊 都是在 妄念跟執著之中 沒有一個人可以離開的 像明 沒有人能夠離開明 沒有人能夠離開地 也沒有人能夠離開社 這三種 都是一種執著 都是執著 世界上有沒有永恆這個事情 有沒有永恆 永恆 物質之界是沒有永恆的 你看現在連天氣氣候都在變化 諸行無常 佛所講的諸行無常 你要去體會 無常的 今天還活著 明天就不見了 諸行無常 你保證你明天還活著嗎 誰也不敢保證 因為現在車禍非常多啊 人生安全 經常有時候 就會突然之間 人間就沒有了 來一場病 你也會沒有 來一場意外 你也會沒有 誰敢保證你自己的是永恆 愛情沒有永恆 沒有永恆這回事 你的房子也沒有永恆這回事 它總有一天它會壞掉 你的車子也沒有永恆這回事 總有一天你車子也會壞掉 你會換車子 總有一天你會換房子 包括你身體也沒有永恆 何況是 何況是 富物在外面的 明 還有色 另外還有力 沒有人能夠永恆 這個是真理 所以你認識這個了 你才能夠活得自在 你不認識這個 你永遠是佛在 你永遠是佛在 被關閉的 在你的錯節之中 而沒有醒過來 什麼叫做果訣 真正的覺悟了 你了解了 所以你不會悲傷 因為炎已經進了 你也不會悲傷 你車子沒有了 你以為車子是永遠的嗎 你一碰 你車子就不是永遠 你身體一病 你也不是永遠的 你房子也不一定永遠的 到時候 這個突然間政府說 這裡要開一條什麼路 你房子就被推倒 你以為是永遠的嗎 這樣對不對 對 謝謝 要有果訣 有一天呢 魔甲發現 魔儀有了個新的手錶 就問 這個錶不錯 哪裡買的 這不是買的 是獎品 怎麼得來的 賽跑 我們三個人賽跑 我跑第一 那兩個人是誰呢 一個是警察 一個是丟掉錶的 這個手錶也不一定是你的啊 真的 那個錶有一天它會壞掉 你不得不換錶 走一走它壞掉了 你一定要換錶 你一定要換錶 所以有一天你的錶掉了 找不到錶 你也要換錶 沒有東西是永恆的 沒有東西是永恆的 簡單幾個例子 你要有覺悟 要有果訣的心 這是其中之一的果訣 其中之一的 一個罪漢打電話到警察局報案 說他的車子的設備都被拖走了 這個罪漢講 這些無恥的傢伙 拖走了我的儀器板 還有翻向板 煞車板 天啊 連離合器板都給拔掉了 掛掉電話以後 警員正要離開警局 電話又響了 這個罪漢講 沒事 你們不用來了 罪漢打著 九哥說 我不小心 坐到了後座 其實車子也不是我們永遠 出去你保證車子是永遠嗎 一創車 車子就不是永遠的 壞了也不是永遠的 你想換車也不是永遠的 就一直在換 一直在變換 我們人的身體一樣的 一直在變換 都不是永遠的 你要有這種覺悟 這一個笑話是這樣子的 這個姐姐第一次殺魚 這個有魚的半天也不敢下手 過來一匪兒再去看死 只見她兩手握著魚 把魚按在水底 我問她要 這要做什麼 她說 等我把它淹死了再殺 魚啊 我是很欣賞的 有一條歌耶 我想這魚兒 魚兒又載你和她 只為何你守護哪 焦白夜光 游過那世紀 發而一揚香 等你宛如水中揚 謝謝吧 這是魚啊 魚啊 魚本來在水中游的 魚本來就在水中游的 但是魚啊 但是魚啊 也會變的 被人家吊起來了 被捕魚的捕 用網捕 那就沒有那麼 那樣私情話意了 你說魚快樂嗎 你說魚快樂嗎 魚很快樂 世尊以前畫畫畫 畫魚 魚都是很快樂 被捉了 它就死定了 我們人也可能是很快樂的 患了一場病 你就死定了 上次是說 我們看電視說 講一個死定 他也被告 說恐嚇小孩子 對不對 我現在講 我沒有恐嚇你們了 不是講說人只要患了一場病 一個意外 也就死定了 變的 會變的 不只是魚啊 天上的鳥 地上爬的動物啊 人啊 都是會變化的 都是一直諸行無常 你看諸行無常 佛的結物就是這樣子結出來的 諸行無常 沒有一樣東西是永恆 包括愛情 愛情也不是永恆 這個笑話 老公老婆在一個被窩裡面睡覺 老公打了一個噴嚏 噴了老婆一臉 老婆說 再有情況之 提前說一聲 過來一分兒 老公大叔講 一杯 老婆趕快一頭轉進被窩裡面 只聽 蹦 這一聲 老公放了一個屁 你預防也沒有用啊 你預防也沒有用 這世尊這個 這個咖啡的時候啊 咳嗽 咳嗽的時候 大家都給我藥 然後也給我很多預防的藥 也很多預防的藥 現在咳嗽好了 大家買了很多的什麼 蟲草粉啊 蟲草粉給我了 還有蟲草啊 還有什麼藥房的這個 什麼烘椒啊 一大堆 還有穿背皮膏膏啊 藥房啊 穿背啊 還有什麼禮子煮穿背吧 嗯 還有那個什麼 百合啊 百合啊 百合 祖百合 百合 百合也是論會的 也是送我一大會 預防的 預防的 沒有用啊 真正你要咳嗽的時候 還是咳啦 你要病的時候還是病 你看那個 剛剛那個藝房都沒有用 老公跟老婆 諸行無常 你要覺得 這個 不是永遠 這世界上沒有永恆這兩個字 這世界上沒有永恆這兩個字 沒有永遠這兩個字 愛你一億年 愛你一億年 這個是很長啦 愛你一億年 愛你一萬年 算 算什麼嗎 那個誰唱的 愛你一萬年 愛你一萬年 有沒有人唱過這首歌 有 愛你一萬年 告訴你 我跟我的女朋友都是這樣子講的 愛你一億年 愛你一億年 一億年 是永恆嗎 No 過來一億年 你就沒有了 是不是 在座很多的這個 也有很多的這個 report report 就是離婚 report 就是離婚 也有離婚的 也有單親的 當初的時候都是愛你永恆 就是 forever forever 永遠是嗎 forever 永遠愛你 其實forever是假的 沒有forever 到了一段時間 言分沒有了 就know 就沒有了 諸行無常 告訴你這個真理 這真的是真理 你要有捷悟 你這個時候才不會痛苦 否則你被執著抓住了 你痛不一聲 哭到沒有眼淚 連血都哭出來 甚至於左上截路 你看愛不到的 左上截路的多得很 或者被愛的 你看一個不愛的 一個被愛的 到最後都是截路耶 這個都是執著 應該要想 這個言分 靜了 就靜了 快快快樂 樂樂的過你以後的日子 不要傷心 跟大家講 這個是佛告訴我們 果絕 你要有捷悟 你要有捷悟 很多事情 你必須要有捷悟 六十五歲的富翁 愛上了二十歲的姑娘 富翁向朋友真心意見 如果我告訴他 我只有四十五歲 他會同意嫁給我嗎 朋友回答 不如你告訴他 你已經八十五歲了 這樣他就會嫁給你的機率會更大些 應該是告訴他 我已經九十歲了 這樣子他一定會嫁給你 因為很快你就叮叮 然後他就有遺產 是吧 所以這個愛是不一樣 這種愛是不同 所以要有捷悟 孫子跟奶奶要錢 奶奶說 你們學校怎麼老是 這樣子要交錢 這次交錢要做什麼 孫子講 要買校服 奶奶生氣的都說 我還沒有死 買什麼校服 孫子說 前校都要買耶 奶奶恍然大悟說 原來你們校長死了 好 校服啊 不是那個校服 其實 人世間 人都會死的 外面的毀謗 世尊的人 世尊本人 世尊會死 那外面毀謗的人 有一天也會死 既然都會死 毀謗也一樣死 那 你怕什麼毀謗啊 毀謗不要怕 人家罵你 你不要怕 人家侮辱你 不要怕 人家怎麼樣的欺負你 你不要怕 你要刀心堅固 重要 你要修行 你有捷悟 總有一天 盧世尊會死 不用再毀謗他了 因為他已經死了 再毀謗我也聽不到了 沒有用 再來 毀謗的人也會死 那麼你既然會死 這個毀謗的人也會死 那這中間的毀謗 終於會沒有 那你 你還害怕什麼毀謗呢 什麼都不用怕 所以 你一個真正的 憎悟的人 他有無謂的精神 無謂 我一切都是無所謂 怎麼樣都無所謂 死了也無所謂 佛者也無所謂 被罵也無所謂 被答案也無所謂 被欺負也無所謂 這個當顯也無所謂 肉顯也無所謂 美麗也無所謂 醜陋也無所謂 今天吃什麼無所謂 明天吃什麼無所謂 什麼都無所謂 I don't care 你已經有了過節的第一步 過節的第一步 Omanebemihom 謝謝